切割机锯片的安装与锯片的平衡调节 第一步固定锯片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锯齿方向是与电机四崖方向相反 电机旋转方向与锯齿方向相同 然后锁紧螺母 第二步通气将气缸抬起 使锯片高出锯台 第三步锯片平衡的调节 使用百分表对锯片平衡进行检验 要求锯片跳动范围在正负五丝 如果锯片跳动幅度过大 或者锯片不在锯槽中间 可以通过调整切割电机 对锯片进行微调